圣日室劳公主保堂8月25日 登请澳门教区首目李宾生主教主持主日未撒 并举行主任斯特交接仪式 主教透过当日的福音 讲述透过扎门进入天国 主教指出耶稣基督就是扎门 他认为教友除了要遵守外在的规矩外 更重要的是要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内心 做到真正的皈依 才能通过扎门进入天国 他也提醒教友要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折制 不要审判别人 更要揭力奋斗走向扎门 藉着耶稣基督进入天国 最后他鼓励教友走出去传福音 让更多人认识天主 及后在唐区教友代表的见证下 由李主教为张接任的万家乐神父主持交接仪式 微杀后又特别举行宽送迎新大联盟聚会 以宽送服务该堂区20年之久的马家乐神父 也欢迎新接任主任斯特一职的万家乐神父 及新上任的佐理斯特韦震纳神父 马家乐神父表示 他作为一位传教士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扬福音 就是他的使命 他也指出 自己在澳门服务了一段长时间 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会记得在澳门服务的经验 和所有教友 他也安慰教友 不要对他的离开感到不舍 他又希望可以有一天 能够再来澳门服务 该堂的教友 也特别制作了圣堂模型 送给新接任的万神父和伟神父 万神父感谢天主 让他再一次来澳门服务 他希望能够在主内与教友共融 成为一个大家庭 而离开了澳门五年的伟神父 也表示非常高兴 可以再次来澳门服务 最后李主教感谢耶稣圣心 金邦尼全教会 对本澳教区的贡献 他也赞扬该会的全教士 生活朴实 及对全教的热神 值得我们学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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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